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我们要说一个事 也是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 什么事呢 就是 丑化和妖魔化 中国领导人这件事情 以及呢 跟中国领导人有相关的这种 谣言 那么这起谣言呢 是来自于这个 就是说 前两天 召开了这个党的三中全会 这个习总没有露面 习总没有露面 说习总中风了 在外网是大规模的传播 但是在闭幕式上 习总亲自 亮相 会议上面 还拍出习总 打手势 做手势 给 委员们 做主指示 那这样的 看上去像中风了吗 所以说 海外的这些家伙 我说过 他们的人品和智商都很低 毕竟能够让郭文贵变成一个十亿美元的富豪 那你说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 央视 破除习近平 中风谣言 分组讨论画面 连说 带笔话 中共三中全会 今日闭幕 央视 今晚新闻 释出 最新画面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出席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闭幕是 打破外界 风传的 中风 说法 中共三中全会 今日闭幕 7月15日至18日大会召开期间 因中共官方未曾公布 开会照片 网络疯传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因身体不适 缺席会议 更有消息指 习在会议上当场中风 由政治局常委蔡奇 紧急 接下主持报 不过 今晚 新闻释出最新画面 习近平 安然无恙出席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闭幕是 破除外界谣传 三中原位召开期间 中共对于会议保密到家 央视新闻18日晚间 才首度公开最新画面 可见习近平 李强 王沪宁 赵乐际等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一续走进闭幕式会场 并播放习近平发言 和参与分组讨论等画面 所以说呢 再一次 让这些反贼们失望了 所以我说这些反贼 真的 我真有点受不了 天天照着中国的谣 全都是吹牛逼的 而这些人 他们还有很多的追随者 之前那个什么 江森哲 苏小和 老灯 他马上厕所里点灯似的 说习下里上 习下里上 到最后呢 习下里上了没有啊 什么北京北部战区 司令员李乔明发动政变 30万大军 北部战区大军直奔天津卫 北京城而来 说这个国安部的董部长 从香港叛逃了 李义超 通过他儿子 向秦刚 透露 重要火箭军 重大军事情报 那现在 这个 是这个回事吗 说秦刚已经洗掉了 秦刚洗掉了吗 所以说 这些人他们就不成气候 有一个郭文贵 他们立马就把钱给郭文贵 跟那郭董事长去投资 一定能够赚那个盆满钵满 我们既反共 但也同时不能亏待自己了 也要让自己赚点钞票嘛 对吧 我们又站在了反共的事业的高维度 同时又能赚点钱 比特币啊 加密货币啊 可以实现在美国的财务自由了 可以不用被其他族裔看不起了 腰杆子也挺直了 但其实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说过 郭文贵这个事 就已经让我们看到海外 尤其海内外这些反贼的智商 智力水平和他们的人品 等级 层级 基本上都是骗子 阿萨利 他们有一个总部 有一个支部书籍 他们的支部书籍就是 赖清德 是他们的支部书籍 让他们变成制奴 所以说是不是他们的支部书籍啊 把台湾这种炸 通过他们进行血液的积养 供应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污血当中 污血当中 让他们都一个个都变成蝙蝠 全部都倒挂 一切事物都倒过来看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东西 所以说每天吹这些牛 我千万年就听到这个消息 但是我都懒得做 没啥意思 做这个节目 做这种内容干啥呢 是不是 天天一帮吹逼 在国外 转到那个蓝老鼠洞里面 尤其在纽约昆斯区 法拉盛昆斯区 在那种半地下室里面 一个洪水都能给淹没漏 这两天 美国要把流浪汉扔进华人社区里面去 要开这个头 现场抗争就一百人 一百人还都是以老人妇女为主 带半的一饿饿的都夹得紧紧的 都不敢吭声 都不敢吭声 哎呀 对吧 说这个川普 给川普吃花生米的是个华裔 哎呦错误报道了 你给我们道歉 你说什么 你是哪一类美国人啊 所以说你想想看 他们不会击恨美国 他们会击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就像毛鱼士一样的 要到加拿大 我95了 我如果死在加拿大的话 在温哥华的话 我下辈子投胎 一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灵魂吧 会是一个高贵的白人的小孩 说不定还是特鲁多的儿子呢 以后 对吧 三代四代 曾孙 我也可以干一个加拿大的总理干干嘛 所以说有时候很隐 我看前几年还他妈的看过一个文章 跟他妈扯淡 说我们要可以幻想一下自己是美国的首任华裔的总统 我去 笑死人了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华裔总统 自己的家园都快被扒了 还华裔总统 哎呀 有的时候想想 这些海外你说你们这些在海外的怎么这么能他妈想 啊 在海外的那种环境下在这脑子都坏掉了 啊 变成港币港卵 港币港卵 台所谓外长 国防预算八年倍增 台湾已付该付的军费了 针对美国所谓前总统特朗普这日放话 要台湾付保护费 台湾所谓外交部长 所谓林加龙 星期五 确实就是表示 过去八年来 台湾的国防预算几乎翻了一番 且持续增加 已经付了该付的军费了 他说 未来不管谁入住白宫 中国威胁已是特朗普和线令总统 交拜登的共识 也是全球的共识 呃 这个话听起来我他妈就 我又有点听不明白 所以我说 这个赖清德就是他们海外这一帮骗子的 他妈的支部书记 全球的什么共识 和美国的什么共识 川普都问你要钞票 来敲诈你 你他妈就来能说是一个川普的共识 能说是他妈全球的一个共识 哪个叫全球 全球有197个国家 而193个国家 哪些全球 啊 你要说全球是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的共识 啊 在你们的这个 怪不得你们要买直升飞机 叫支奴干 啊 就是干你们这帮支奴的 知道吧 支奴干 啊 干死你们 啊 全球 整个地球 啊 都是共识 这牛逼吹的 你说你们那个长相 啊 你说你们那个长的那个样子 那个那个嘴巴里面 标出来的那个话 非常低端 啊 那种口音 那种口音 听起来令人很不安呢 那种口音 一开口 人家 人家一听就是 追牛气球要来了 草原上的牛都要被吹起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那个主要那个口音 只要他们那个口音 只要他们那个口音一出来 啊 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心眼就像个心身 就像那个上次在澳洲那个纵火的那个 啊 那个汽油妹 你看他那个长相 啊 你看他那个那个长相 那个短下巴 那那那哪个暴眼 啊 那种样子 啊 所以我说那个岛上 全他妈都是大恶人 十恶不赦的 坏到骨子眼里了 心眼可坏了 满嘴都是牛逼话 什么样的一群人 可以做到全民都是嘴里吐出来都是牛逼话 全球的共识 一个在问你进行敲诈的人 他说是共识 那日本把你的这个渔民给抓了 敲诈你敲钞票 那现场你还说 你台湾渔民 不听话 给日本添麻烦了 然后还跑了去跟日本一起 搞什么样的那种军演 我这他妈的觉得丢死人了 这个地球的一个一个一个角落里面 怎么会有这样的物种 这是什么物种啊 啊 杂交出来的 啊 是不是啊 是蛤蟆跟蜈蚣 啊 杂交出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川普还发表另外一个言论 说台积电抢了美国的芯片 要把台积电被变成美机电 啊 他对你抱有如此大的强盗式的敌意 啊 要让你给钱 还要把你的芯片业给你抢夺掉 在这个地方讲 共识 我说你们都是些什么物种啊 其实 针对习近平最大的谣言 牛逼 作为这个革命指挥委员和统一指挥部 支部书记赖清德 啊 就是就是这种牛逼的啊 最大的源头 就是就是他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支部书记给他打掉 啊 把它灭掉 消灭掉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也现在也快了 啊 现在你看看那个海上的那个登陆部队 全都在海上都都呆着呢 啊 今年下半年啊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时刻 啊 好吧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 啊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变了 喜欢点赞的订阅 各位支持 谢谢